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刚刚说过变量调解器 对不对 对吧 变量调解器是调解变量的 对吧 它本身也是一种函数的用法 是不是这样的 前面给大家说过 在一个模板里边使用smart语法只有两种 一种是变量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函数 对不对 变量调解是气 变量调解器这种是介于变量和函数之间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其实它是属于变量的一部分 对吧 那函数 顾名思义大家都知道 PeerP里边能生命函数 对不对 但是PeerP里的函数是为了完成某些业务逻辑 而声明的独立的代码块 是不是这样的 对 那如果在模板里边使用函数 这干嘛的呢 是做一些特效用的 也是为了处理一些功能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跟美工人员说什么函数怎么声明 对不对 它不会用 美工每天写的代码就是HTML 对不对 当然也有一些CSS和GS对不对 对吧 如果要用PeerP的语法去写函数的话 它不会用 听懂吧 所以smart有一个规则 什么呢 也可以让你美工使用函数 但是使用的方法不是PeerP的那种函数的方法 而是什么方法呢 而是使用标签的方法 明白的意思吧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使用标签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一个模板 看一下 平时美工经常写标签对于标签非常熟悉 对不对 比如说有这样的input类型等于TST 名字等于user name 对吧 然后呢 未溜值等于这是一个demo 然后比如size等于比如说是10个长度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标签 嗯 然后呢 它还有标签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 有关闭的标签 那颜色红色的size尺寸等于7号字体的 这是一个demo鞋盖 平时我们在使用RTM标签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两种啊 对不对 对于美工人来说使用这样标签他们非常熟悉 对不对 但是呢要用PeerP函数他们不会 是不是 那我们smarty就能做到让他使用函数就像使用标签一样的 多学一个函数就相当于多写一个RTM标签而已 对吧 对 那函数长什么样呢 是这样 在我们smarty里边我们自定义的定解符是不是这个开始的结束啊 对不对 这块是函数名 by FUN name 看到了吗 然后属性 比如说ARGS参数等于什么 等什么 看到了吧 这个标签是不跟音铺的相似啊 对 对不对 它就相当于我们调用的这个函数 看到了吗 函数名是这个 然后调用函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穿参数啊 对不对 是不是类似于这样的结构 对吧 只不过把这种声明和调用的结构变成了这种调用 对不对 所以呢它和这种调用是一样的 假如说是PP的程序 假如说是PP的程序 假如说是PP程序 就相当于这么调用 Friend name里边传个参数 A B C 是不是啊 所以这也是参数 这也是参数 列的问题吧 嗯 好 这就是函数的结构 那你会使用标签就会使用函数 对吧 那还有一种 你看这种 而且标签是不是有开始有结束的这种块的结构呢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元素 那么这种元素也就是这种块结构 我们smart也支持有这样的函数 什么呢 开始 FUN name Name ARGS 参数 ARGS E 参数 假如说参数对不对 这是一个DEMO 然后我们也这样结束 看到了吗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管在480里边管这种叫做函数 管这种叫做块 块集的 其实都是函数的用法 嗯 就什么 那么想象一下 对于美工人来说 使用这种 是不是就跟1080标签一样了 对 难度不大了吧 嗯 好 那我们把这两种刀删掉 记住这种结构啊 你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min test 1.tpr 对吧 你了解这种结构 然后我们分别找一下系统的函数 我们用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结构啊 是不是在调用函数 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一下 跟我们提供函数 那只函数和自立函数两种 对不对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比如说打开那只函数 两个都是函数 都一样的对吧 对 比如说我们想找包含文件 是哪个呢 是不英克路的 看到了吗 嗯 其实前面我们用过 你看 这样 函数名就叫英克路的 对不对 file是个参数 包含哪个文件 比如包含 hdr.tpr 看到了吗 对吧 其实前面我们也用过这个 什么呢 cunfig config 对不对 file 加加在比如说 cms.cunf 对不对 然后section 等于 比如说index 是不是也用过这样的结构 对不对 这都是函数的用法 看到了吗 对吧 那块函数 也有用法的 你看 当然这俩包含的文件不存在 它会提出错误 对不对 看一下 比如说pp 鞋盖 pp 看到了吗 那这里边我们就可以写一些pp的语法 在这块这边 又开始有结束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要大家明白的道理就是什么呢 这是函数 这是属性 对不对 也就是函数的参数 对不对 这是块函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我们了解这样的结构了 那系统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两类函数 一类是内建函数 一的一类是自定义函数 什么区别 自定义函数就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可以定义的函数吗 这里边给我默认提供了哪些 提供了这些 对不对 这几个我都不用一一说 因为没几个有用 对吧 那你觉得他没用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会定义的话 会定义函数的话 对不对 你可以无限扩展几十个几百个有用的 对对不对 要美国人员用一个标签 就可以实现一堆功能 对吧 这就是自定义的 你可以对 怎么 你可以对smart 进行插件的方式扩充美工想要的函数 对吧 你可以对原有的这些函数进行修改 你可以把这些函数都删除 这就是自定义的 对吧 那系统内置函数又是什么呢 什么系统内置函数啊 已经提供 对 系统内置函数就是写在smart里的 并不是插件的方式提供的 所以系统内置的函数 它提供了什么功能 你就得按它的功能 你不能删 也不能改 也不能加 你加的都属于自定义的 所以系统函数和自定义函数的区别 没得清楚了吗 内置的就是不能改 什么都不干 它怎么提供的就怎么用 用法自定义函数和系统函数是一致的 用法是一致的 无非就是函数的用法 标签用法和块的用法 就这两种 对吧 就这两种 既然了解了这种结构了 还记得前面咱们学过的知识点吗 什么基本语法的时候 咱是不是说过函数 对吧 现在你看 很费个老子 是不是这个 英克路的 对吧 像还有这种 否则是不是也是标签的结构 英克路的 能理解函数的概念了吧 然后函数是不是中间有属性 对对不对 咱们再看一下属性 你看 英克路的属性 对不对 包含属性 不换存 对不对 属性 对吧 在属性里边是不是可以从配置文件里边读取文件 按照这个对不对 那属性里边还可以调用其他的函数 看到了吗 还可以调用系统函数 还可以在属性的值使用变量调解器 使用复杂的 你是怎么组合使用都可以 看到了吗 在属性里边 然后双眼号里面签上变量什么意思 你看 还是在函数的地方 这个都能看懂了 使用属性 看到了吗 在双眼号里边 我们插入一个分配的变量 这个变量直接能和这个组合成一个新的字幕串 作为这个函数的参数 对吧 都可以 你看 如果变量不能解析的变量 我们加帆 帆也好 对不对 就能把它先解释了 再放到这个字幕串里面 然后再作为这个参数 然后再调用这个函数 一层层的都可以这样做 还可以在这里边调用系统函数 看一下 是不是都可以了 那这些结构 咱们也都能看懂了 对吧 那数据预算 那我们有的时候也能看到了 所以说咱们看这些基本预法里边 咱们能知道基本预法的提供的 无非就是两种 要么变量 要么是函数 所以说咱们在做smart的时候 就两种预法 一个变量 一个函数 变量哪些 变量就这么多 对不对 还有变量调解器 调解变量的 对不对 再就是学会 自定义函数和内置函数 自定义函数 目的就是为了扩充功能 减什么 减少什么美国人员的兵器代码量 把一些常用的功能做成标签 对吧 你只要一调用 这功能就实现了 就是这个目的 对不对 而内置函数 为了是完成一些逻辑的 比如说像一幅一卷 对不对 什么便利数组 这些都是内置的 他怎么提供 就怎么用 好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让大家了解 smart 什么是函数 以及函数的用法 还有函数的类型 好吧 下节课我们来开始 学习一下系统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内置函数 先学自定义函数 学完自定义函数 了解函数的用法 咱们得生理自定义函数 对不对 学完这些 咱们得学内置函数 那这样的话咱们就了解他的部门了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先去画梦